Darkinist Take Control 哈囉大家好今天要給大家帶來Walご Harm 的 Rhyno 就是犀牛這支戰甲 那 Rhyno 呢他做一支算新手蠻好取得的戰甲 那他也是一支蠻坦的戰甲 但他的坦是坦在他的技能能夠給他有一種類似於無敵的效果 那就像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吧 Rhyno他的譜版呢是在金星的刺殺刷 那金星就是新手剛開始玩嘛 就是可能打刺殺會看到欸怎麼有那個Rhyno這個戰甲什麼的 然後可能就會開始去刷 所以新手也不用特別開到虛空那些 就是如果金星也可以刷個譜版來玩之類的 然後也會後面比較好掛 畢竟Rhyno他其實蠻坦的 那你前期如果坦不住的話其實你也可以刷一隻出來坦這樣 好那我們先話不多說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被動吧 首先Rhyno技能他的被動是從高處落地能造成一道能造成一百傷害的衝擊波 這個技能這個被動可有可無啦 個人是覺得這個被動顯得有些多餘 那也沒有到很好也沒有到不好那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是Rhyno的一技能 犀牛衝鋒 Rhyno向目標衝鋒 擊倒突進路徑上的一切障礙 並以犀牛腳強烈頂級目標 呃簡單來說就是一段位移 然後撞到怪他會被你撞飛 然後有傷害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個技能本身是沒什麼用 就是基本上他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好那麼再來二技能就是我們Rhyno的核心技 鋼化皮膚 呃Rhyno硬化皮膚隔絕一切傷害 簡單來說就是Rhyno他會 無敵三秒鐘 然後在無敵三秒鐘的時候 他會吸收附近攻擊的傷害 那他吸收越多 那他等一下獲得鋼化皮膚的血量就會越多 那他經過三秒無敵之後 他會依照你的技能強度啊 護甲還有你剛剛吸收的傷害去轉換成一個特殊的血量 那他會在右上角然後是鋼化皮膚的效果 那他存在的時候你是免疫任何的疾導啊狀態什麼的 你是免疫那些然後並起來可以無敵 就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Rhyno的核心技能 也就是我們新手需要用的保命技 啊後期可能喜歡Rhyno的玩家應該也跟這個技能脫離不了什麼關係啦 好那麼再來三技能是戰吼 呃短時間內 讓所有附近的Warframe提升傷害輸出 呃簡單來說就是增傷 對沒錯就是幫隊友還有自己增傷 那這個增傷呢他是在所有的傷害之後 在乘以一個額外獨立的乘數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的增傷他能夠影響到Warframe的技能 就是像小丑那種增傷嘛 他頂多就是幫你的武器增加傷害 但是你的技能卻不會增加傷害 不過Rhyno他的傷害增傷 他是能夠加到其他戰甲的技能上 這樣子 好那麼再來他的大招 犀牛踐踏 Rhyno在強力踐踏可以擾亂時間秩序 將周圍的敵人鎖定在時間中 呃... 我在懷疑他這個 是不是從某隻戰甲偷技能過來的 不是啊 擾亂時空秩序 想得好像很厲害一樣 結果他這個技能 簡單來說就是 Rhyno往地上一踩 然後附近的怪會漂浮在半空中 對 然後 他們就漂浮在半空中 然後 速度降低到 就變很慢 然後這樣子 停在半空中 然後就可以把他打死 這樣子 那還會造成一點傷害 這樣子 好 那麼看完我們 Rhyno的技能呢 呃... 他的 再說一下 Rhyno的核心技能 就是二三技能嘛 那一技能跟大招 基本上是沒什麼用 這兩個大... 這兩個技能 可以去用大嘴去改成其他技能 那 要改什麼技能 等一下我們再說 我們先來講一下他的 呃... 原版吧 就是 沒有改任何技能的配卡吧 好 那我們的配卡上大概是長成這樣 那 可能就有人想說 啊我特殊工人槽怎麼沒開 呃... 要開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 感覺好像只有這個配卡可以用到就是了 哈哈 因為我其他配卡 即興的關係 導致我特殊工人槽開了也塞不了卡 所以說 我後來就將... 將就就沒有開 那 我等一下也會跟大家講 這個應該塞什麼 好 那首先我們的光環呢 我推薦用鋼鐵充能 這個是... 呃... 能夠把... 東西變成最大容量的... 其中一張光環 還有那個... 限出力量這個... 也是久的 那... 鋼鐵充能比較好 再亂用之士戰甲來講 並... 而且... 以... 算新手來講吧 就是... 拿近戰那邊砍 因為新手的時候 你... MOD還沒有很慢 很足的時候 槍械基本上是沒什麼傷害的 通常比較有傷害的是近戰 那鋼鐵充能可以在進一步提高你的傷害 那玩到後期的時候 通常大家也是拿近戰去打傷害啦 所以說... 嘖... 鋼鐵充能就... 對... 光環就放鋼鐵充能 那... 在特殊攻勢場呢 我會推薦大家放的是 力量串生 欸... 力量串生 或者是萬事俱備 那... 個人是比較推萬事俱備啦 因為... Rhinos戰甲 他的... 能量消耗是還蠻大的 不過... 如果... 就是... 像我這種配卡啦 是比較推薦力量串生啦 因為這個配卡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效率是160 可是如果... 想要追求一些... 比較... 呃... 高強度啊 高持續的那種 配卡的話 那麼... 倒是覺得萬事俱備比較重要這樣 好... 那... 這邊的話我是推... 我這套配卡裡面來講啦 我是推薦放力量串生 好...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這個主要是玩二技能跟三技能 那二技能他吃的... 屬性有他的技能強度跟技能效率 然後還有他的... 呃... 褲甲 那... 三技能吃的是持續時間強度跟效率還有... 半徑 對 但是問題我們這套配卡是自己用的 那... 三技能有沒有猴到隊友其實沒關係 那我們範圍就手氣掉 畢竟... 這個就是... 專門給自己用了 就對了 所以因為我們範圍手氣掉的話我們持續時間... 蠻重要的 就是三技能這個... 持續時間蠻重要的 因此我們會上一個心智偏牆 增加他的技能持續時間減他的範圍 那麼... 我們... 這個二三技能都需要強度嘛 所以我這邊會放了一個順時堅毅 就是... 加我們的技能強度 那這也不放盲怒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技能初始消耗量太多了 一個50 一個75 然後我如果再放盲怒下去的話 然後又沒有放彈指瞬技的話 那大家會看他變116 然後... 77 這消耗量我覺得太大了 因此我會建議放一個順時堅毅就好了 好 再來這裡我會放一個川流不息PE 去提高他的最大能量值 呃... 所以他提高最大能量值還只有425 是有點少沒錯啦 然後再來我這邊會放一個彈指瞬技 呃... 去增加他的技能效率 所以大家會看到我的技能只要20跟30 這個技能的... 能量消耗就會非常的省 並且... 呃... 他的確認就是他會減持續時間 那由於有彈指瞬技的關係 因此我會放一個持久力PE去做平衡 就是...也是在增加持續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持續時間大概... 167 還是有稍微秤一下 在這裡我會建議放兩張集團卡 就是我們二三技能的集團卡 那... 他的效果不重要 主要是讓你可以在... 持續時間還有的時候去補他的效果 那... 這一張... 最後一張這邊我會建議放YAMAAL 因為他可以增加護甲又可以增加技能強度 呃... 對三技能來講... 呃... 不是對三技能... 對二技能來講是蠻有效的 因為... 二技能他需要強度又需要護甲 然後他強度也可以給三技能用一下 那在負能這邊... 就...不用太在意啦 就... 隨便放 看...放你喜歡的就好了 那這邊先把這兩張集團卡拆掉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 Ryno的技能 他...如果沒有塞集團卡的話 那大家看我的三技能 等一下... 遠方那個怪... 細分有點多喔 好...先不管他... 那個... 我們...先看我們的三技能 大家看我三技能放了之後 我就無法再放一次三技能 大家可以看我瘋狂的按三技能他一直說 技能使用中 技能使用中 就是不給我放 那我... 放二技能的話 呃... 我去把能量吃滿 那大家看 這樣子一樣 我按二技能他也是技能使用中 三技能也是技能使用中 這樣子... 我就是都沒辦法去補嘛 那... 我剛化皮膚可能只剩下一點點的時候 就是可能只剩下幾千滴血 或是幾百滴血 那我想要... 做好準備 就是... 把它補滿 真的就不方便嘛 就不好用 那... 三技能有時候 可能你走著走著 然後... 能量滿前面有能量球啊 之類的 然後你可能想要... 把持續時間拉滿 就是... 從開始三技能 再去吃能量球 那... 你這樣子也是沒辦法再使用嘛 那... 所以我們就要... 塞到他的集團卡 那... 現在把集團卡塞上去給大家看 刺骨 那我跟這個... 喔! 對了!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個... 刺骨戰吼是集團卡 這個... 碎鐵蛋片 沒記錯是電波卡 那... 集團卡跟電波卡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 來源 集團卡呢 就是... 對集團購買 這樣子 那電波卡的話 就是要從電波購買 那你要得... 他... 每個禮拜看他有沒有帶就是了 然後有些時候電波卡 會塞在電波獎勵裡面 簡單來說 就是... 你看這個卡上面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菱形... 痾... 算菱形吧 菱形的標誌 只要有這個標誌 那麼就代表他是電波卡 基本上就是電波卡啦 然後他好像也可以放在五行秘銀吧 好像是這樣子 好! 那麼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裝上了二技能的電波卡 跟三技能的集團卡之後 我去吃滿能量 大家看我三技能放完之後 我再按一次三技能 他就可以再重新釋放一次 那這... 對我們來講 就會變得特別的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我... 非常的... 痾... 就直接在那邊一直放 好! 那麼看完三技能後 可以看一下二技能 二技能我放了之後 然後... 等一下三秒無敵 然後我... 可能... 血量被打... 到... 可能... 他剩那個十趴或是五趴之類的 然後... 我想要重放二技能 我可以按一下 然後再重放一次二技能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變得非常的方便 就是... 可以讓我的二技能跟三技能 就是非常的方便 用 好! 那麼... 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改過技能的... Rhyno 以及他的配卡之類的 那... 這裡我是建議大家可以把他的 大招改成 寄生之戶 然後... 這個就是... 組完他的二技能 然後三技能也會變得非常暴力 對! 就是... 一個比較極端類型的... 大嘴配卡的方法 好! 那我們這邊光環一樣是選擇鋼琴充能 那... 特殊攻擊槽如果能放得下去的話 這裡呢 我倒是建議放... 個... 欸! 喔! 看錯了! 這邊我倒是建議放個萬事俱備啦 雖然... 我沒有放春流不洗P 所以導致有點少 好! 但是... 你放力量春天其實也沒差啦 只是說這一套你的消耗能量會消耗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到它105加70 175 我能量滿還不一定... 還放不出來 而且我還要放這個寄生之戶 這... 能量消... 相對來講就非常的... 緊啦 那如果... 不需要能量那麼緊的話 其實可以把生命力再改成 川流不洗P 之類的 這樣子你可以稍微... 比較... 痾... 痾... 鬆一點 就是... 你的能量不會... 導致你放不出來啦 好! 那這裡我會建議放一個... 正是很... 提高它的護盾容量跟技能效率 技能效率 技能效率... 主要就是因為它的能量在消耗太大 於是我要讓它拉低一點 這樣子 那護盾容量呢 則是... 它... 寄生之戶 它可以把你的護盾轉換成護甲 那我就要把我的護盾撐高 這樣子它護甲才會... 高 這樣子 那護甲剛剛有說到 二技能它會受到護甲跟強度影響 好! 所以由於它... 那個... 二技能會受到護甲跟強度影響 因此我這邊放了巨精 暗影巨精會成個暗影纖維 那如果最好的話 也可以放個暗影生命力 再間接提高這兩張MOD 那如果想要能量可以一次丟完技能 就是... 不用二、四放完 然後就沒得放 然後可能要等能量滿才吃 才能放三的話 那可以放個穿六不行P 這裡呢 我一樣推薦大家放個二技能的... 呃... 電波卡 主要就是方便我們二技能 可以去補它的剛化皮膚 再來這邊放個順時建議提高它的強度 盲怒也是提高它的強度 再來這邊放了一張 蓄能重創提高它的護盾容量 讓我們的... 寄生之戶轉換的效果會更好 再來... 負能我們一樣隨便放 好! 那麼...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套的效果吧 那... 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是... 開了我的... 寄生之戶之後 然後... 開我的二技能剛化皮膚 好!然後這邊給大家看一下我的... 二技能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呃... 鋼化皮膚大概就是... 我沒有承受任何傷害 它就有... 初死四萬點的... 鋼化皮膚 那... 它是非常的硬的 呃... 只要不是... 被一堆鋼刃怪包圍 照理來說應該是沒事啦 而且... 更換我還可以自己... 重新... 就是... 手動去突放這樣子 那... 這一種玩法呢 比較保險的玩法就是... 我進場 然後... 被一堆怪圍毆嘛 然後... 我先放我的二技能 然後去... 給怪打一下 然後... 等我的能量滿了之後 然後... 或者是我的護盾回滿之後 然後... 確定可以放了之後 我再放我的... 那個... 寄生之戶 然後... 把我的二技能這樣子 就是... 再按一下二技能 因為它的電波卡的效果 會讓它... 可以把怪擊飛 會有一點... 微控場的效果 那... 這樣子擊飛之後 馬上它的二技能 這樣子我們... 有寄生之戶的... 特別版剛化皮膚就疊起來了 那是... 對... 我們就會練得很坦 我們就可以彈在中間 然後站在那邊看他們 對... 就是那樣 好... 那我們等一下進去做測試的 我不會拿這套極端的配卡啦 我是會拿這一套 比較偏向新手的配卡 來... 給大家看 那... 至於極端的... 配卡的玩法 剛剛有稍微跟大家講了一下 然後... 先讓我們先去看一下 大嘴是什麼東西吧 好啦 那麼... 又回到我們... 熟悉的... 虛空鋼刃的殲滅 那... 就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戰甲它的... 表現的... 樣子吧 最好... 2... 3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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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技能... 2技能... 4技能...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放 就是在他重放 因為我們有在一級分卡 所以不用擔心 就是要等到他時間結束後才能放 那基本上只要二技能控制得好 你今天是抓得好 基本上我們是不會 就是基本上二技能 那只要三技能控制得好 基本上他可以給我們一個穩定的增長 那像這種不然 像我不然掉下去的話 你上來就是 你一回來 你就要趕快一直壓這一個遊戲 不然 有時候他還是會死 因為你在畫面那個時候其實 你是不能操作 但是人已經在打你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一套配卡 中間沒有上個幾天立地P那些的 那我只要有二技能提 你陸甲也存在的時候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是 免疫狀態觸發的人 然後我也不會被擊倒 就非常好用 那基本上我們只要讓我們二技能常駐 基本上我們就是等於有 那個頂天立地P 然後再加 呃 生命抗病吧 呵呵 不過說實在 整體抗病其實就自在 底天立地P的效果 因為免疫狀態觸發 話說說這個 大家知道 極導絕鑽是一種狀態觸發嗎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應該剛好可以跟 跟那些不知道的人講一下 那依照慣例呢 我這次一樣 殲滅就是 怪都殺完了之後 如果 消耗黑還沒出來的話 我會 打到就是 盡量待在五分鐘 然後 等消耗黑出來 那我們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這個 虛等盾啦 進去的話我們 比較二技能那些 還是會被消死掉 那大家 就可以看到消耗黑來 其實 呃 雖然他是被我秒殺 沒錯啦 但是他其實也沒辦法 對你做成什麼危險 除非 暴力 暴力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跟他拉打 你就是要 等他輕輕消失 然後再去 開一個 之類的 然後去跟他撥喔 對 這一局 是 沒發射 最低 往上 其實並不大 基本上可以讓我的二三技能一直藏住 即便我沒有充沛不能那些 所以我已經把充沛不能拔掉了 雖然有些人會說阿虛風這邊有虛風寶珠會幫你補能量 照理來說這樣是沒錯啦 但是 它效率其實已經160%這樣子 已經足夠我們這樣子去抓它的二技能 然後讓它一直維持努力 好那麼 側一點出來我們就前往側一點吧 好啦那麼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也幫我按下訂閱並且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這樣子我有什麼新的影片的話 YouTube它才會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那如果各位還有什麼想看的 WARFRIEND的戰甲或者是武器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去告訴我 那像是卡莉班這種要有時間去輪替它的部件 然後去刷的那種戰甲我可能就會比較晚出 因為我不一定遇得到某一個部件 像我就是機體基本上都遇不太到 那像夜靈這種需要挑時間去打去練習去拍片的那種的 也可能會比較晚出 因為我還要另外找時間去弄那個 那我時間也不一定會排得到就是可以 剛好夜晚讓我可以打夜靈這樣 而且我也不太常打夜靈 我需要花一些時間去練習一下這樣子 好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大家掰掰